都是你靈異天 人人幻鬼 鬼魂人 这一个是曾经在警队里面流传的鬼故 故事发生在很多年前 在港岛区的一队冲锋队的成员怀疑集体撞鬼 这件事当年在警队里面说十分光动 但是也有人说他们只是集体幻觉 由于牵涉到整件事的人都受到上级的指示 不可以再说出去 所以这个故事一直只是在警队之间流传 究竟是真还是假 没人知道 这个故事发生在2000年初 德哥是港岛区冲锋队的一个沙战 在11月的一个晚上 他和队员坐着冲锋车上半山的一段路巡邏 当天的天气有点冷 月正当空 所以德哥和两名冲锋队的队员 阿智和阿富 走着山路巡邏 三个人一路走一路聊 由于他们是足球发小友 话题都离不开一些赛事 三个人走得很累 于是他们在路边一个小梁亭里休息一休息 在远处传来了一下宠物撞击的声音 他们三个人没来到 继续在聊天 这一次被谭仙哥一吓更加大声 而且还很近 德哥望向阿智和富仔 试试他们两个走过去看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富仔和阿智拿着电筒 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照过去 警察用的电筒比一般的电筒照得更加圆更加光 但是电筒照过的地方 除了几棵老龙树和一幅户土墙之外 什么都没有发现 什么都不见 让我过去看看 阿智说完之后一马当先 富仔跟着他 阿智突然好像被东西滑倒一样 整个人跌了在地上 阿智发生什么事 德哥见阿智跌低了 于是扶过去扶起他 同时间 发现地下有个球 慢慢向他转过来 原来阿智你踩球车 富仔撿起球 交到德哥手上 哦 这里这么狠偏僻 突然哪会留下足球在这里 德哥在富仔手上接过这个足球 发现这个足球都挺新正 不像是被人扔在这里的垃圾 贪玩的阿智 在德哥手上拿了足球 还表现了几下花色 咦 这个好东西来的 在波霞街买一千元一个的 喂 阿智交过来 富仔接了阿智踢过来的球 转身射给阿德哥 三个人竟然在梁亭旁边的一块空地上 踢起球 球来球往还玩得很开心 直至冲锋车驶回来梁亭这里 德哥看了手表 发现他们已经踢了三十分钟了 喂 玩够了 够了 回去了 德哥 那球怎么办 你拿回去大地玩 大地即是指警署的停车场 阿智已由未进 还想带走足球 好像不是那么好 嗯 如果有人留下的话 一个球而已 又不是什么值钱的 就算不见了 都不会回来找 那好吧 落了一间 找了肥威他们班人 在大地上再踢个 一如说吧 富仔把收拾回来的足球 放在车尾箱里 三个人上回充锋车 然后再在半山兜了一圈 接着就回到警署了 到天亮 三个人准备回到大地 离开警署的时候 富仔想起 收拾回来的足球 还在冲锋车里面 于是 他打开冲锋车的尾箱 打算拿回球 但是 找到都找不到 嘟 说你七头真是没错 当然是你刚才忘记拿了 怎么会 你看着我放在车尾箱里 哇 可别你老美 你两个人真是发鸡腾 那波就放在那里 得哥 指着椅子下面 一个好像波那样的物体 刚好有一件封楼遮住了 但我明明记得 不是放在这里 富仔走回上车 揭开了封楼 三个人同时叫了出来 原来他们发现在风套下面的不是足球 而是一个已经开始腐烂了的人头 一只眼还在腹仔揭开风套的时候 在个呼噜骨头那里滚了出来 一直滚到车门边 由于在冲锋车上发现了一个腐烂了的人头 这件事令到警察非常光动 上头听过三人的口供之后 决定派大队人手去半山的梁亭 去找属于这个人头的尸体 结果他们在梁亭队开50米的山坡 终于找到一个无头的尸体 验尸棺检验过之后 发现尸体至少已经死了一个多两个月 至于 为什么一个足球会变成一个人头的这件事 当然没有记录在案 而事件的三位主角 都先后申请调离港岛区的冲锋队 原因当然是 尸体的身份 最终证实了是一个赌坡集团的骨干成员 因为他吞了一笔巨款 所以被黑社会用家法处置 而他被人杀害的地方 估计就是在那个梁亭附近 尸体后来被人掉到山坡下面 因为弃尸的地点非常偏僻 如果不是德哥他们曾经在那里逗留 尸体可能最终是没有人发现 更加不能够发现死者的身份 整件事在发现尸体之后的半年 警方终于将这群兇徒乘之于法 鬼泰座真实灵异广播剧 人玩鬼 鬼玩人 特别名借以下声优 德哥 何炳勋 阿富 林仔 阿智 余嘉韻 庞述 鬼泰座 多谢收听 完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